刘强东 张泽天携手布局 大厂为何掀起私募热潮 京东在私募股权投资上又有新动作 11月29日 由刘强东 张泽天 李锐域共同持股的海南三亚天博产业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雷达财经注意到 除了京东 包括娃哈哈 农夫山泉 小米 百度等在内的大厂 均在私募领域有所布局 据了解 海南天博私募已完成工商登记 但还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而星界资本则是由中国国新 中信银行 红杉资本和腾讯 京东等头部互联网公司联合发起 初始管理规模近300亿元 由沈南鹏担任董事长 刘强东担任董事 重点覆盖医疗健康 互联网家等领域的新经济投资机会 答案藏在政府对海南自由贸易港规划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方案中 包括2020年6月1日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2021年11月引发的海南省金融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等 京东作为多年的海外上市企业 投资者中不乏知名国际投行 利CPE等在海南成立私募管理公司 可以作为境外投资者的投资平台 通过持有京东海南公司的股权 间接投资中国境内的优质企业 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同时享受海南出台的针对境外投资者的优惠政策 另有统计显示已有超50家上市公司公告 参与投资私募股权基金 这些上市公司参与的产业基金投资方向 多为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或所处产业链上下游 或是投资新兴产业中的潜力公司 在这些公司上市民族发展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